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红烧肉烧柏叶结外加卤蛋 这也算一道年菜来的 我们可以早早把准备工作先做好 鸡蛋先煮熟 差不多煮开后五六分钟 蛋黄就结实了 我们马上离火 立刻冷却 我们换煮柏叶结 用清水煮煮掉一点豆腥味 百叶结煮开后不挤 我们给它动一动 再煮个片刻 然后清水再洗 挤压设的洗 挤干后再用 取瘦肥相间的五花肉 我们把它切成大块 拍两块姜 一切就绪 如果五花肉肥呢 就少放一点油 就当润润锅做个引子 油温温的姜鲜下 擦擦锅鲜 慢慢煎炒 慢慢煎炒 不挤 就这样慢慢煎 我这些肉主要是想用它的油 给百叶煎 如果你想吃五花肉的话 就不要煎成这个样子 而且建议您买油皮的 这样煎着七八分钟以后 油炒的差不多了 我会再补一些瘦肉 或者肉排什么的 这样翻缓就有肉吃了 烧红烧肉的肉 我一般不出水 如果你喜欢出水 就跟着你的心走 等整锅肉都哈足了热气 我们喷一点料酒 盖上锅盖 接下来我们把洗好的白叶煎放入 放酱油 我们放一半红酱油 一半白酱油 因为白酱油不够色 但是太咸 红酱油太深 不够味道 所以一半一半最合适 然后我们加水 那你如果说你有啤酒 你可以加啤酒 但是我们家一直习惯加水 雨菜平平就好 不要加的太满 大火煮开后 一小火焖煮 这边蛋剥好后呢 我们两头给它打一个十字 上下打 这样不容易散开 第二个一小勺油 我们盖上盖子 这样不会往外爆 就这样一环环慢慢的晃一下晃一下 差不多半分钟到一分钟之间 我们再晃一晃 那慢慢晃 晃到它脾气泡 四周金黄 我们就可以把蛋移到肉锅里面 蛋煎透厚 特别有嚼劲 特别香 百叶结蛋 这两样东西呢 都煮不烂的 越煮越入味 只是你不要把它弄破 就像这样 来回推 然后我们再盖回盖子 让它慢煮 期间呢 可以翻动个一两次 这锅菜 从肉下锅到现在我们准备放糖 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如果老猪肉时间会更久 蛋是最晚放入的 蛋也要一个小时朝上才够入味 最后我们放糖 没有冰糖就白砂糖 喜欢甜口的多放 然后开大火 收干汤汁 喜欢浓油吃酱的 就说稠一点 就会亮晶晶的了 那喜欢用这个汤汁淘饭的呢 就可以差不多起锅了 好 接着西芹鱼 特别叫牛丁鸣酱 再捏一捏 更加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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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